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掀起古装穿越热潮 让男女主角乌齐龙和刘诗诗从戏里爱到戏外 现在将于七戏前节上映电影版新《步步惊心》 不过剧中角色全都换人做做看 女星陈一涵饰演频繁且感情不顺的上班族张小文 一次意外的时光逆转让她穿越回到古代 变成清朝的格格马尔泰若曦 和四阿哥十四阿哥 专开一场惊心虐心又暖心的旷式三角恋 即使戴着头饰身穿旗袍 这位不按牌里出牌的格格 一下麦蒙用双手比出爱心图案 用现代流行的手势仿佛在对哪位阿哥施爱 一下又在水池边金姬独立 做一家玩心大发 甚至十四爷还用麻绳棉布缝制木马 加上一彩色布条绑成的木棍 亲手做出300年前古代人眼中的旋转木马 陈一涵表示 若曦和自己真实的个性很相像 好奇调皮想爱就爱 只是电影还没上映 网友观看到剧照就开始吐槽 觉得陈一涵口音太现代 也不适合古装 整体造型看起来好奇怪 就像是受气的小媳妇 夜死为了讯讯中心 特别报导